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第九题 要说AB是属于实数 R就是实数 如果绝对值的AX加3的绝对值 小为等于B的话 它的解是 它的解是X 借在负一到4之间 就是负一小为等X小为等4的话 那么要求AB等于多少 AB可为多少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你可以知道 你的X的范围 是借在这两个之间 然后它这个中间的点 是叫做F 这个是比如说是3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的X 跟这个M这个点的距离 不会超过3 不会超过3 那它就可以用它来表示 就可以用它来表示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点还有这个距离 对不对 好 那你的 你现在解释 这样负一到4之间 这个是完全知道 这个有位置数 所以我可以从 完全知道这个边来着手 那完全知道这边来着手的话 它是借在负一到4之间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说 我到底这个中间这个点是多少 那中间这个点 那很简单 就是它们终点 大家两个相加起来就好 所以这个是 2分之负一加4 还有我们要知道是 这段距离是多少 有了这个数 有了这个数 那我就可以写出了 那如果这里不是3 这是N的话 那它就小一个N 好 所以我希望 知道这个终点之外 看到这个答案就是2分之3 图一加4就是3 那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其实是 这整个距离的一半 那负一到4的距离 当然是两个相减的绝对值 就5 我们再来除以2就是这个距离 就是2分之5 2分之5 所以你可以知道 说这样的一个范围 其实可以写成 这个2分之3 所以x减掉2分之3 所以它其实是x减掉2分之3 这个是两个相加起来的 x减掉这个数 然后会 这个5分之3 就是两个相减的绝对值 4分复1相减 再除以2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小1等于 这个2分之4 减掉-1 用大解小1分复1 当然要复1复1 当然要复1复1复1复2 也OK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 那其实就是 x减掉2分之3 的绝对值小1等于 2分之5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题目 它给的原本的题目是 x加3 诶 这些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加3是确定的 但是这里是减的 那减的怎么变成加呢 就可以通通乘以负1 但是绝对值里面 乘以负1又不用变 不用改变符号 所以说绝对值里面 如果是5-3 你要把它改成 负母加三点的东西 就是里面乘以负1 这两个还是相等 所以这个2是负2 但是绝对值之后 它还是相等 所以这里就可以通通乘以负1 变成负S 这个通通乘以负1 这个2分之3 那这本来都一样 所以这后面就不用动 不用动 可是这样也不行啊 因为这里要变成正3 那这个时候 再乘一个2进去 再乘上2 所以这里乘一个2 这里也要乘一个2 这外面当然就要乘一个2 就是整个外面乘一个2 那这个2可以乘进来 那这个跟他约掉 那这个也跟他约掉 所以你就得到负2 一个十的角度 加三的角度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一笔叫的话 所以这一笔叫的话 就可以知道 负2就应该是p 然后 后面这个就是b b就是5 那如果要写成 数对ab也可以 数对ab也可以 就写成负2 可以 好 那我们原本写到这里 就不容易了 好 刚才在有没有问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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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